当然首先就是现在呢 国民党啊 7月23号要全代会 也就不过差这几天 9天了吧 还是纷纷扰扰的不断啦 这个纷纷扰扰呢 当然有人说要换这个换那个 然后有人蠢蠢欲动 还要办很多的造势活动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金老师啦 这个金普聪 这个虫出江湖的金普聪 他总是有一些他 这个厉害的地方嘛 他就说其实侯友宜是有优良特质的 党主席都说过 换侯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为何要闹呢 那后面的金主是谁 打的是什么算盘 我都知道内情 哪有金普聪不知道的事情 谁说今天不把事情讲明白 这个账不能打下去 就像那个青春痘 甄宇可能比较知道青春痘 你里面那个白白的 那个笼不给他挤出来 他就一直卡在那 他就会卡在那 然后一直不断的发炎 然后变得更严重 就更大颗 一直更大颗的 就很丑这样子 对 所以就像青春痘必须要把农包挤出来一样 而且国民党是在如果排斥自己人 就等于是中了对方的忌 现在啊有一个人叫罗青帝 罗公殿就是你的好朋友 一生监督他一人的 现在就是躺着你们自己在这边乱 然后怎样他就他就可以躺在那里选 然后就准备要这个下明年继续当这个 继续这样准备做总统这样是不是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就是这个换猴的声音 虽然不断 但是你们朱主席就已经讲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他讲几次不可能 你们才会真的相信呢 好我先问一下这个梁盖森 你们主席都已经说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还是有人一直要说 要换这个换那个呢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 更搞不清楚 你要换函 来啊那 现在 如果七二三可以换 那九二三要不要再换 那十一月二十三还可以换 因为登记到十一月二十四 对 韩就说他不选 那你告诉我要换韩 你是不是应该你先去叫韩出来说 他要选 我吗我去叫吗 我没办法 那不是这样 那他韩就已经没要算 他当拉拉队 他就告诉我们国民党提名谁 我们支持谁 为什么还会有 换韩这个议题 你就百思不得其解 那你说郭 郭也没有说他要选 只是有一堆人就开始说要串联 要去搞这个联署 可是郭是旁边的人在动 但他从来也没有说要选 而且他的po文就是 全力支持侯友宜 争取2024的胜选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 让赖清德 骑官山看买稍贪 这个台湾民主化以后 这个很多选举 很难得看到说有这种状况 一个被提名的候选人 他本来已经到天花板 几乎没有当选空间的 而且大家都想把他们 这个政党换下来 结果就因为形势大好 所以在野党就变成眼睛看过 结果胆去打到火 你只看到形势好 但你没有看到说 这个不团结 就会把你一个好的形势 好牌就会打坏了 所以这个很可惜 我们是觉得 你如果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不是不行 但是这一种逼公式的 这一种胁迫式的 而且你的虚幻的 拿一个比较高人气的一个 目标人选拿出来 就等于好像 就被韩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 你等于拿韩药来打猴 那如果韩有意愿要选 其实在初选的时候 在征召的时候就可以纳入 为什么没有纳入 因为党主席说得很清楚 那韩市长也没有说他要选 假如今天说他要选 可能很早就很多人跳进来了 问题没有为什么到 已经定局了以后 还要去翻转 还要去缴获 这个就会变成 蓝营内部 这些支持者忧心忡忡 那大家 说实在因为在党内 我一向是不批判党内的 可是如果这样继续乱下去 连我们都会觉得说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一个目标 我战兴得在那里等我 他说一直在等我 两天很近 还没让我碰到 没时间 对吗 没时间 对吗 他在那里等我 我战党在这里 自己的 人家说 不需要自己 偏膝背方看 总是 牛串来打牛串 是因为我们就不好 那你坐下来 就是说 猴如果说有不足 那像我们就进来补他不足的 对啊 那我们进来帮忙 你也进来 我也进来 他也进来 大家都进来帮 今天他的生事就 一路上串了 就不会让别人见缝插针 为什么会有人会见缝插针 就是因为你们有缝啊 你站在外面就有缝嘛 你进来就没有缝嘛 你站那么远 我们两个中间 隔那么远 当然有缝嘛 那如果大家都进来 这个汤口里面 我想别人 那人家也不会再 吵这个议题 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 就像刚刚有人说 金普通什么 下令全力打磕 他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 还没有到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其实他也说 最近侯友宜 跟柯文哲有几波交锋 但都是一些 就是一些想法上的一些 这个互相的一些 就是沟通啦 不同的想法而已 他觉得是绿营刻意要炒作这件事情 但都不是事实 因为现在侯振营此时此刻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等到全代会开完 等到大局全部明朗 但你刚才讲 可以一直这样开的话 全代会要不要11月再开 全代会就是一个国民党最高的权力机构嘛 所以723就是真正通过全代会的提名 那刚刚你提到说要打柯 完全没有这个事 因为我在内部开过几次会 从来没有听到金普通会讲说 针对柯文哲要打怎么样 没有这种策略 因为如果你有参与过选举 你也知道 就算杀卡都或怎么样 那现在呢重点是我一直讲 赖清德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他也不是轮卡黑 他真的不是软脚虾 那你现在 你说你在这边闹 那他好诚以下 他整个一个me too的案件 他光是一个用这个未要案件 他那么多事情 可以攻击在赖清德身上的 那结果他很容易就被他逃过了 为什么整个舆论媒体焦点 就摆在这里 困在这里 那么在这困境里面 那你就很难施展手脚 去攻击最主要的 我们想要下架的那个政党 所以就被转移焦点 不过我们不担心就是说 现在呢 以今天来算刚好还有182天了 六个月刚好就 这个五个月29天 那在这个过程还很长 因为选战必须要有步骤 所以我们团队内部还是要回归到 党跟候选人 我们先整合 那你刚刚看到 你刚刚的介绍就是说 朱立伦跟候友宜 基本上现在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你这个来行的看法 五行的对南北 那当然有不同的势力想要分化 或是策略联盟 或是说想要攫取什么样的利益 那你表面不讲 如果主帅不表态 那只是这些人在底下运作 基本上很难 你很难打破国民党这个结构 而且你也失出无名 那可是呢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 很多反串的就是这样啊 进到里面来 然后跟着起哄 起哄的也未必是国民党的人 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支持者 当然会有这些声音 可是从两个礼拜以前 金补充进来以后 那开始这种声音就越来越小 那这个就是一个现象 好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声音出来 就会被媒体上拿出来讨论 那我想说 为什么会把这个金主的问题 会凸显出来 大家跑新闻的人 如果你们看过 你跑那么久的新闻 这个都有很深的脉络 而且金主你看他 不会没有目的的 他就是要有目的 可是党是一个有理想性 有目标 有大是大非的 所以如果屈服在金主的 这个概念底下 那这个党就不值得 我们去爱他 所以党还是要坚持到底 这一点是我看到现在 就从金补充进来 大概这十七八天 这二十天 我们认为 往正向在发展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 这三个礼拜之前的 侯友宜的团队 跟这三个礼拜 确实不一样 那有整合有整病往前走 我最能够听他讲就是说 刚刚提到白跟蓝之间的互动 是 你看他一个 他看过那么多的这个局势 超过大选的盘 五战 你说你 你怎么可以 现在是说谁跟谁合 如果以我而言 如果你再讲 我说 那我们跟谢龙介 这个柯蟹合 那你会怎么样 就是说 这是人家会觉得很不舒服 何况每一个政党 都有每一个政党的 这个主体性 他有讲 柯侯佩 百分之百不可能 是 那国民党 毕竟 以现在现实来看 如果你找今天 假如赖清德跌破25% 那你说柯 柯賴佩 你看民进党人 会不会跳起来 一样 这基本上这种话是 很多合作是 只能磨合 只能谈 但你不能片面发布 你这种片面发布 就是不尊重对方 所以包括刚刚提到 蔡壁如到台中 那副本来要叫我去算 你知道吗 哎呦 整台湾你都可以算吗 所以是没人去算 不是 就是说因为 第一个 因为地方的人他也乐于 说实在 这是因为 蔡其昌在那边的表现不好 可是如果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 那要推翻他也没办法 所以那边的选区的人 就希望说 有骑兵 有刺客 有骑兵有刺客 所以那天我碰到 蔡壁如 我说 我那边 我去浮险过好几次了 林嘉勋险的时候 对 我几乎每个乡镇我都去 我说 我想有一些好朋友 到时候我再介绍给你认识 一个比较